词曲 李宗盛 真情像梅花开过 冷冷冰雪不能淹没 就在醉落枝头绽放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花飘飘北风啸啸 天地一片苍茫 一间寒美浩里雪中 只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天地四起长流星云间 千惠 哎 娘 文姨 您怎么下床啊 文姨 来 快坐 来 怎么我们一家人都在牧场呢 哎呦 该吃饭了 来不及吃了 月昆就要回来了 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准备呢 我要赶快回去准备 走走走 娘 文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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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去哪儿 娘 你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今天就是十五号 我们得赶去车站接月昆啊 绣云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衣服这么脏 文姨 千惠 你怎么跑到牧场来了 娘不是叫你待在家里吗 啊 你看你 把他们两个惯的 文姨啊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说了不说了 我来不及了我要走了 走 娘 文姨 娘 娘 快一点儿 文姨她怎么了 你文姨啊 好像傻了 我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了 义坤 义坤 义坤怎么还不回来呢 义坤怎么还不回来呢 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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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义坤 你知不知道 你还有多想你 义坤 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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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疼吗 愚昆 愚昆 来信了 千惠 绣云 愚昆来信了 娘 我因为学校的集体活动 暂时还不能回来 一旦活动结束 我一定尽快赶回来看您 无须挂念 而 愚昆敬上 绣云 演完了 嗯 你再仔细看看 愚昆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 不信 你让千惠看看 千惠 你 歌真的是这么写的 世俊哥 你再帮我看看 你看清楚 没错啊 上面写得很清楚 愚昆呢 学校里面搞活动 一时半载回不来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呢 愚昆呢 你知不知道娘有多想你 你什么时候才回来 娘 你就别担心了 哥不是说了吗 活动一结束 马上就回来了 我现在很担心愚昆哪 你说 他到底会跑到哪儿去啊 我们想到这个 冒充哥 写信的方式给娘 也不知道能忙到什么时候 恐怕时间一长 只还是抱不住活 娘这辈子不容易 她现在是受了刺激 甚至混了 她的脑子 现在只能记得一些 开心的事 可是想想 她这样子 不也挺好吗 有时候啊 人糊涂一点 就不会 活得那么痛苦了 我反而很担心愚昆 她就是太心高气了 我真的很担心 她在我从前的老路 像我一样 受那么多的苦啊 爹 别这么说 千惠 其实我们父女正是相人依赖 爹的头 真的就不再那么疼了 真的吗 真的 要说你这双手套 不仅暖了爹的手 更是暖了爹的心 爹真的觉得 不再像一切那么孤单 所以爹 不管怎样都不再怕了 对了 你的手指怎么样 也该好得差不多了 已经没事了 来让爹看看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你看 晚安一下 没事了吧 要说郑阳这孩子 还是聪明 没学夜啊夜懂的结果 是啊 他自己怎么样 他呀 他伤好的差不多了 在牧场休养呢 你 你 是不是喜欢正阳 我 我没有 其实 秀云和正阳感情很好的 要不是娘生病 说不定 他们早就成亲了 你 真的不喜欢正阳 撒 好 要说爹对这女人的心 还是略知一耳 你不喜欢正阳 手指好了还抱着那个东西干吗 我我 我只是习惯了而已 要说正阳这个孩子还是挺不错的 你喜欢他 一点也不奇怪 其实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喜欢他 真是 每一次一想到他 就会觉得 心里很甜 很甜 多好的感觉 要不要爹 帮你去跟正阳说一下 千万不要啊 秀云说 缘分是天注定的 我看到秀云和正阳在一起很开心 那我就很开心了 我是真心祝福他们的 如果是一切 爹一定会让你争取 可现在 爹真的觉得很多事情将就不 冥冥中早就注定好 你以前做事 只要我想 就一定要得到 哪怕不择手 可到头来争来争取 又剩些什么 你能这样想问题 爹很心里 真正能做到随遇而安的人 又能有几个呀 你小子 你真算是命大 差一点啊 就打中心脏了 常人讲啊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今天啊 得祝贺你小子 你在外边苦了二十多年 如今呢 总算是过上了好日子了 你现在可真叫飞黄腾达了 张大伯 你在说什么呢 你还跟我装算啊 现在谁不知道你是赵镇长的女婿啊 我听说啊 现在解除赵镇长的职务 就是为了让她将来啊 要去当市长 赵镇长家 可是有权有势啊 她闺女有俊 人又懂事 你小子啊 可真是中了头彩了 你呀 今后的日子啊 真是芝麻开花节节糕啊 张大伯 我不靠他们 我也要能够过得好好的 正阳 这是咱们牧场所有的账簿 地契和文术 都在这儿了 我可是分毫不差啊 你可得好好的给我审计审计 我我审计 还有啊 这个月的收纸表啊 你就一块做了吧 收纸表 这样 你先在这儿慢慢看着 慢慢整理 我到后面我房间里啊 整理我的行李去啦 这 好吧 你还能够伴五福祖宫子呢 不过去哪儿说我 不过这儿说我 不过去哪儿说了 我一听到就犯困 现在想想 你 还有大块头爹 你们不识字 不是也一样过得好好的吗 现在想想 真的是我错了 张大伯让我管理牧场 我连账本的账字 都不知道怎么写 更别说用算盘了 怎么办 绣云她又聪明 又知书达理 如果赵叔叔 真的把绣云许配给我 如果她知道我是一个草包 我该怎么办 娘 她会不会不要我 她会不会不要我 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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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阳快出来啊 快出来 不在 哎呀 正阳 正阳 你回来了啊 来来来来来来 来 我给你看看我给你带的礼物 快点快点快点 来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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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衣服 你干嘛 你捡我衣服破是吧 捡我衣服脏是吧 哎呦不是 人嘛总得穿件新衣服嘛 来 不要 我自己的衣服已经穿二十年了 你拿回去吧 好吧好吧 好吧 好吧 不穿就不穿喽 对了正阳 我跟你讲啊 最近我在帮玉空哥哥给文医写信 可是吧 我觉得我的字太秀气了 不像男孩子写的信 要不你帮我写好不好啊 我帮你写 怎么了 那么点小事都不帮忙啊 不是 靳云 这 这时候我想跟你说 别说了别说了 来来来来 很简单的 你帮我写 我念你写啊 就这样 亲爱的娘 你好 岁月匆匆 天地悠悠 好男儿 志在四方 不应 是不是我说得太快了 那我慢点慢点啊 慢点 你接着写 岁月匆匆 天地悠悠 好男儿 志在四方 不应为家事 写了吗 你怎么只写两个字啊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故意 你才故意呢 你看你的字 歪着乱写 我哪像你呀 从小读过书 受个高等教育 我呢 我就是个野孩子 我不识字 你不是想知道吗 这上面的群群空空 都是我不会写的字 你就是故意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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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阳 赵阳 你别跟着我 郑阳 你别跟着我 你别跟着我 郑阳 你不识字就不识字 有什么关系呢 你干吗跟我发这么大脾气啊 赵大小姐 我配不上你 你那么聪明 长得又那么漂亮 我只是一个流浪人 我们在一起是没有结果的 干嘛那么说 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 我什么都不懂 没有啊 你懂得很多的 你懂得我都不懂啊 不懂什么 不懂什么 不是 你懂 你懂鞭草叶 你懂摘野果 你懂收鸡贝壳 你还懂流浪 你懂得我都不会的 懂这些有屁股 懂这些能养我的妻儿吗 懂这些能养活我自己吗 到最后还不是自己要流浪 我还不是自己要吃苦 郑盈 流浪有什么关系啊 所谓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你别忘了 咱们俩可是致父为婚的 你还记得那天 那天你在育婚哥哥面前 说我是你的未婚妻 你可不能耍赖啊 你说什么 原来你只是为了婚约 才和我在一起的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误会我了 我真的不是 反正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 你别和我在一起了 我什么都不坏 什么都不懂 我连我自己都养过不了 算了 郑盈 你不是没用的 你想想 你有牧场 有牧场啊 牧场 牧场现在只是一个空壳 空壳 空壳可以办好它呀 办好它需要钱 我有钱吗 我 我爹可以给啊 我 我爹可以借给你 等你把牧场办好以后 然后还给我吗 别说了 出来说去 还不是带靠你们赵家 你干吗呀 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 我跟我爹从来都没有觉得 你是一个没用的人 你们没觉得 外面所有的人都觉得我郑阳 就是靠你们赵家的儒华富贵 喊你们赵家的勾致 行 郑阳 人家大块头 叔叔跟我爹定亲的时候 都不介意我们家的家事 你为什么要介意这些呀 从小到大 我爹就跟我说 叔叔跟婶婶的事情 说我要嫁给一个叫郑阳的人 从那时候我就在猜想 那个叫郑阳的人长什么样子 是高 是矮 是胖 是瘦 我完全都不知道 反正我只知道 我长大以后 我一定要嫁给他的 我娘说过 一定要找一个我真心喜欢的人 我才嫁给他 可是我遇到了你 我不知道你是郑阳 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只知道你是一个坚强 勇敢 善良 快乐的人 那个时候我在想 你要是郑阳该多好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喜欢上了你 后来知道 你是郑阳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 我开心得快要疯了 可是你看看你现在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喜欢的不是你 我喜欢的是以前的那个阿狗 这感情 是用金钱 跟家事来衡量的吗 你读书不识自有什么关系 郑阳 我喜欢你 我喜欢那个坚强的你 那个可爱的你 即使你没有 你什么都没有 你没有钱 你没有本事 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关系 我就是喜欢你 我愿意跟着你自主流浪 你笑什么笑啊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笑什么笑 我以后再也不想理你了 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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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治骨折了 我现在帮你揭鼓 您先忍着掉 干嘛用用筷子 因为要先帮你固定住 过几天就会拆掉 但这几天先委屈一下 就撬着你的兰花纸了 来 帮我捏住 小心啊 来 就这样 掉了 别那么紧张 要相信我的技术 对了 记得手帕用完的时候还给我 这手帕对我的意义很重要 有什么意义啊 因为我第一次包扎的时候 是给花花包 用的就是这个手帕 花 花花是谁啊 花花 它是和我相依为命 一起漂泊流浪 彼此都深爱着对方的 小花花 你看 包好了 是不是不疼了 赵建惠 还不睡觉在这干嘛呢 娘 你 我 你干嘛呢 我 看月亮 看月亮 手上有东西 没什么 没什么嘛 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梁叔叔 来 你想和我学医 对啊 梁叔叔 你教我医术吧 其实 这没什么难的 但学医之事 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 短则一两年 长 可能要十年二十年 你有这个耐性吗 我有 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够学的 好 程阳 那我能问你为何要学医 梁叔叔你也知道 我一直漂泊在外 也没有什么遗疾之长 但是一直这样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在我漂泊流浪的时候 我在药店打过工 我对一些药材的名字啊 特性啊 都略知一二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学的 小子不想漂泊了 想成家立业了 梁叔叔你不要耻笑我 我也是前两天才发现你 你真的喜欢小月 我真的喜欢他 我真的喜欢他 但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根本配不上他 所以就跟梁叔叔学一级帮身 这样就配得上他了 雨昆怎么还不回来啊 雨昆来信了 不不不 快去叫绣云 叫绣云念给我听啊 快去啊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快去快去啊 绣云 你来你来 雨昆给我写信了 你快来给我念念 快啊 你念的书多 给我念念啊 哦 这样写的 说的什么呀 赶快念呀 哦 绣云 这是我 头一次写信给你 我绘的字不多 我会 答应你 好好学习读书 还有好好学医术 不是玉坤写的信 玉坤怎么不给我写信呢 玉坤 玉坤 娘 玉坤怎么还不回来呀 玉坤怎么还不回来呀 好 先看吧 看完它 你是一个好姑娘 所以说你笨得像 怎么有一猪头啊 她说她说你笨得像头猪 什么什么不会辜负你 会保护你 不会辜负你的 对不对 万会 万会 笨哪零都数不清楚 你说 她这封信里面 画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 哎 你这个绣云的绣 她为什么换一个苹果呀 那边 那个不要 你不懂 这呀 就是她的可爱之处 千惠姐 我好高兴啊 这羊头被我改变了 真的 我也为你高兴啊 你也为正羊改变了 嗯 咱 咱们 安 nh 娘 娘 爸爸 您赶快去找大夫 然后通知我爹 晴慧啊 没事儿二 快去呀 赶紧去 你哥明天就要回来啦 哥要回来啦 快扶我起来 我得好好打扮打扮 你哥明天就要回来了 娘 你不打扮也好看 千惠啊 你怎么不高兴呢 你哥就要回来了 你应该高兴啊 我高兴 我高兴 这就对了 绣云啊 你过来 文艺有话跟你说 来 坐这儿 绣云啊 你跟玉坤从小一起长大 我知道 玉坤这孩子 他想着喜欢你 虽然你爹把你许配给了郑阳 可是那么多年都找不到他 你总不能等一辈子吧 文艺就想啊 你要是嫁给玉坤 咱们就亲上加亲 那该多好啊 建徽 你说是不是啊 你愿不愿意啊 你愿不愿意啊 乖孩子 真是乖孩子 太好了 走 走 走 乖孩子 乖孩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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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 卫泵 不歇性 多 羽根 Moy 渝君 你为什么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 م Canvas 可以怎么样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没问题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玉坤你怎么とう紧了呢 你这么年轻你 我留红子很久了 你不是玉坤 你是石郡哥 雯英 你想起来了 什么我想起来 我知道啊 你是石郡哥 你不是玉坤啊 她想起来了 她才是玉坤哪 玉坤 你终于回来了 快让娘看看 你怎么不说话呀 玉坤 跟娘说说话呀 玉坤 你说话呀 怎么回事啊 我想看看梁永昌 可以吗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梁兄 梁兄 听剑慧说你去上海炒玉坤了 结果怎样 是啊 我去了玉坤 以前在上海多的学校问 他们说玉坤 只在上海待了一天 之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找他 所以就跑回来了 这孩子 别出什么意外就好 是啊 你搞这个帐篷怎么回事啊 郑阳那孩子说不管怎样 这里也是牢房 这帐篷是他以前一个人流浪使用 他说住在里边 可以暮天昔地 感受什么天地日月之金黄 这里好多东西都是他跟千惠拿来的 坐 坐 看你这里搞的 倒挺像个家的 我都想住进来了 喝啥吧 不过你得自己的 我拿不起来 喂 我怎么看他们牢房现在都不关了 他们早习惯了 知道就算放我出去我也不会走的 对了 温因怎么样 温因现在情况啊 越来越严重了 饭也吃不下 整天把人认错 你知道吗 更离谱的是 他把福星认成玉坤了 他把福星认成玉坤了 说来 还是要怪我二十年前造的你 给他留下了病根 这次玉坤的出走让他救病复发 我真担心 担心他慢慢下去 会疯掉 那怎么办 真的没办法了吗 新兵还需信药 最好的办法 就是能马上把玉坤找回来 温因已高兴见到的自然会好 这我也知道啊 可怎么都找不到玉坤 要不这样吧 你一说那么好 去看看温因吧 我在温因心中到底什么形象 你应该很清楚 我去看他 万一他看到我受了刺激病上加病 后果太不堪设想 我刚进门的时候 看到那个守卫嘴上扎了针 怎么回事 这些图 我现在正在教郑阳针灸点蟹之法 刚好 那个守卫啊 他得了面摊 我就教郑阳在他的地畅水沟两个血尾 各插了银针 一个时辰他说不了话 过些时间自然就好 原来如此啊 我回来了 赵叔叔 你也来了 是啊 药药买好了 哦 我都嘱咐过了 全部给他们送好了 三碗水熬成一碗水 放心吧 杨叔叔 你看我给你买的什么回来 看都看见了 女儿红 还有你最爱吃的酱牛肉 我也买回来了 郑阳这个孩子啊 真的对你挺好的 你要习福了 怎么样啊 赵英雄 敢和我这个大恶人 小酌一杯吗 有什么不敢 谁怕谁啊 来 来 郑阳替我们蒸上酒 好 昨天晚上 我梦到了一个人 谁啊 他的大块头弟 他和我说 他看到了我在教正阳医术 他说他很欣慰 来 敬他一杯 我也何尝不试啊 我也常梦到耿鸣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可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 今天我们三个 既然会坐在一起喝酒 你说这叫什么呢 人生如新 既如人生吗 世事无常吧 我只是觉得太快了 一转眼又是二世 像当年沙和阵最帅气的两个男人 你看看仙子 可他们呢 一转眼都长得这么大 看到承阳 就会看到玉坤 看到千惠 看到千惠 十几眼就会看到玉坤 你刚刚说 闻音他把扶星当成了玉坤 那我们为何不试试 让正阳假扮成玉坤 来哄闻音开心呢 你别扯了 他们两个长得完全不像 这怎么可能呢 不不不 正阳 那你站起身来 我觉得正阳 不管再怎么不像 也会比扶星像 可以医师 这难行吗这 是啊 胳膊展开 快 我跟你说啊 这身衣服 可是文艺特地 给玉坤哥哥做的 玉坤哥哥 每次从省城回来 一定是穿着它 好了 转过去看看 别乱动 总觉得有点不像呢 千惠姐你过来看看 看看像不像 我看还行 那只能这样了 对了 对了 玉坤哥哥那些事 你记得过 放心吧 都记住了 好 一会儿我就让我爹 讨考你 千惠 你收好了吗 没事了 好了 让我看看 没事了 不用看 哎呀 让我看看好了没有 真的好了 哦 对了 这个还给你 这 你还洗好了啊 这棉花真漂亮 是你绣的吗 爹 你看 像不像 怎么样 弄得怎么样了 孩儿参见干爹 感谢干爹多年教诲我 干爹以前跟我说过 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 孩儿牢记了 孩儿再也不会砍树了 再也不会惹娘生气了 哎呀 我玉坤哥哥不那样 什么年代了 不这样吗 像不像 现在台词是对了 可是 总觉得差点什么 差点什么 差帽子 对 帽子 把玉坤的帽子拿来 脸稍微遮一遮 也许像一点 这样呢 你别说 从我这个角度看啊 这样像吗 是马千蕙 好吧 暂时先降吧 走 咱们先去找文艺去 走 玉坤不是这样带的 这 赵叔叔 路都看不清了 不是让你看 是让你文艺看 好吧 我再练练 快点快点 来 来 来 玉坤哥 哥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玉坤 回来了 娘 我 我回来了 阿鹤 回来了 我要想你想的好辛苦 娘 终于把你抱回来了 娘 云坤 突然想你啊 哎呀 女生 娘 有一天 美丽 我送你来 去哪儿 那儿 什么 夜 去哪儿 来 瘦了 是不是一个人在外面很辛苦 跟娘说 跟娘说 娘 我没事 我在外面很好 你为我担心呀 娘只希望你好好念书 做一个有用的人 你还好多瘦 我不念书 念书多没劲哪 你没有让娘失望 你是娘的好孩子 娘 我没有听你的话 我没有好好念书 娘 我辜负你了 是孩儿不小 是孩儿不小 没关系 没关系 娘 你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妈 妈 我对不起你 谁伴窗前独座 我和婴儿两个 谁又轻叹你生情过 谁又轻叹你生情过 是那条亲密的小河 月光无形洒落 那条巫阳 我叫你灯下 牙轻叹你生泪 有冲凯 你后奔 自己的名字 你带到你自己的生命 你带到我 了你带到你带到我 啊 我买到你身上 然后你弦到你 地带到我 在我身上 带到我 你带到你 他自己的十分 爱的传说纷纷又恶恶 来去竟然能残破 今夜的云又会带走一片水 那是谁为心爱的人落泪 梦不再多故事不再说 就让一切成为寂寞 不再多故事不再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